Yo 各位兄弟們好 歡迎回到蘭樂的 YouTube 頻道 隨著 2023 年的到來 全世界幾乎已經慢慢開放旅遊 然後呢 這麼多年沒有出國的大家呢 都想要再出國前好好去找一台相機來記錄 來看看這個已經被封鎖三年的世界 所以呢 我們就幫大家整理出幾台是適合拿來旅行 然後金錢負擔又不會太大的相機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在看完這一集之後呢 都可以找到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的旅遊相機 那我們在開始推薦相機之前呢 我們先帶大家來就是把幾個基本觀念搞懂 也就是相機到底有哪些類別 相機可以簡單分成是三類 有單眼 微單眼 跟類單眼 那因為不同類別相機會影響相機的體積重量 是不是能夠變換鏡頭等等 還有使用的難易度這些因素 所以呢 我們在買相機之前呢 要先弄懂這三個類別的差異呢 是很重要的 這樣才不會花冤往前 我們現在講第一個類別就是類單眼 那類單眼它指的是說 這個相機它沒有辦法去更換鏡頭 但是它擁有一些基本的拍攝模式 像是光圈先決 或者是像是快門先決等等這種模式的相機 那這種相機它的機型其實很好辨別 就是大部分的機種可以看到說 開機的時候呢 它的鏡頭會自動伸出來 然後關機的時候呢 它又會鎖回去 又或者是說呢 它可能就是一整顆鏡頭 就是在相機前面 它是沒有辦法去做拆除的 那很多人也會稱之為就是這種像是 這種類單眼把它稱之為口袋機 因為呢 它很小 然後它可以直接讓你從口袋裡面就是拿出來 那類單眼它的好處就是 它是所有相機器這種裡面 它是最輕巧的 而且呢 部分的機型它有機內的數位變焦 也就是說 你可以不用就是背著一對很貴很重的鏡頭的情況下呢 你就可以拍到很遠的地方 就可以就是zoom in很多 那雖然呢 它的畫質會因為裁切會下降一些 我看起來不是那麼好 但是在旅行的當下 其實拍得到畫面才是最重要的 那在類單眼這個類別呢 我們推薦幾個 覺得還不錯的相機讓大家參考 第一個呢 就是經典的Sony RX100 那江湖人把它稱之為黑卡機 它算是類單領域比較高單價的機型 然後它帶的是一吋的感光元件 那我先說明一下感光元件是什麼東西 簡單來說呢 每一台相機裡面都會有個叫做 感光元件的一塊玻璃 那它是一種就是把光學影像 轉換成是電子訊號的設備 感光元件越大呢 每個像素能夠分到的面積也就越大 那也就代表說它能夠採集到的光線的資訊也就越多 所以簡單來講呢 它就是感光元件大一點的呢 通常它相片的畫質 它的色彩等等的項目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回歸到主題 RX100呢 它有就是很多不同的代數 其實現在已經出到是RX100的期待了 那如果你的預算有限呢 跟就是你沒有需要外接麥克風這種需求的話呢 我們覺得其實選擇6代就可以了 它可以幫你省下就是還蠻多錢的 那我來分享一下RX100 6代它的優點 就是它的機身只有274克 然後它可以支援就是4K的錄影 而且每秒還有20張的連拍 然後它在這個很小小的機身裡面 它也塞入了就是電子的觀景窗 可以方便你就是在大太陽下的時候呢 像這樣子去拍 然後不用看螢幕就是黑黑的 當然它還有就是Sony一貫以來的就是快速對焦 然後我們最喜歡的就是它從6代之後啊 它相機的鏡頭可以拍到就是24-200mm的這個焦段 也就是說它可以讓你就是只帶著一台相機出門 就可以拍到就是從很廣然後到非常遠的距離 那像它的機身效能啊 跟它的規格的就是綜合評估下來 我們覺得可以說是類單眼的就是已經是到天花板了 第二台呢就是Canon的G7X的Mark III 那它是我們覺得在類單眼裡面推薦的機種裡面是最便宜的 那它的功能呢其實也沒有妥協 它是一個2010萬畫素的1吋感光元件的相機 所以跟R3100一樣 那它一樣可以拍攝到4K規格的影片 而且呢它還可以外接麥克風 那它的鏡頭焦段呢是從24-100 然後它可以提供每秒是30張連拍 所以呢是一台很經濟實惠的選擇 好接下來呢我們到第三台就是RICO的GR3 它的重量呢只有257克 有2424萬畫素 然後呢提供是HD的錄影規格 那它的特點呢是GR3 它是一台少數是有APS-C大小感光元件的類單眼相機 那大的感光元件呢 會讓景深的比其他同級相機再淺一點點 那還有不同的底片風格 可以讓直出的畫面色彩呢就已經非常漂亮了 那這台類單眼呢它是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鏡頭是使用就是28mm的定焦鏡頭 那它是跟手機差不多的視角 也就是說它沒有辦法像其他機型一樣 在機內去進行數位變焦 那它整體的設計呢是非常的簡單 然後它也沒有像是曝光轉盤的功能 所以你只需要開機然後呢按下快門 你就可以產出一張就是還蠻高質感的照片 所以整體來說啊如果你想要追求就是更好的照片畫質 然後呢在照片的後製上呢會希望更有彈性的話呢 那GR3它的確會比手機來得好很多 接下來我們想要推薦一台很特別的相機 叫做FUJI的X100V 它搭載的是23mm F2的定焦鏡頭 然後呢它是提供APS-C的感光元件 它當然也有4K的錄影規格 它的重量呢就是稍微重一點點 然後呢它的機身也稍微大一點點 但是它整體的外觀是很復古的 然後是有那種底片設計 然後它的植出的色彩其實也就是很美 還有啊就是因為加上這一陣子 全球就是各大攝影師就是特別在評測這台相機 所以呢市面上你現在就算是有錢也買不到這台相機 然後就算它已經出廠已經有兩年的時間 所以這台X100V已經就是兩歲了 那還是今年富士討論熱度最高的相機機種 就是排名前幾名 但是缺點就是它的價格是有點過高 有點被炒得過熱 但是這台相機呢是我們有點像是私心加進來 因為它的價格不應該是出現在這支影片裡面 但是如果有粉絲能夠找到這台的話呢 麻煩再跟我們聯繫 因為我們現在公司我們每個人都想要買一台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到就是第二大類別 就是我們來介紹微單眼 那微單眼通常體積比較小 它的重量比較輕 它沒有反光板的單眼呢 就是我們把它稱之為是微單相機 那反光板呢它會存在就是單眼相機 然後當你按下快門的時候呢 反光鏡它會就是快速的這樣往上彈 然後快門關閉之後呢 反光鏡會再回到原本的位置 這就是為什麼拍照會有那個卡卡的聲音關係 就是因為有反光板它在彈上彈下 少了這個構造之後呢就會讓你的相機的 就是整體的體重會稍微再輕一點點 然後呢你也不會有那個快門按下去的時候 那種就是還蠻大的聲音 那微單眼跟類單眼不同的地方就是 微單眼它可以更換鏡頭 在拍攝上面呢它會更有彈性 然後也算是一種就是在單眼跟類單眼中間的一種產物 那關於微單眼呢 我們會推薦的第一台相機是Sony的ZV-10 它的機身重量大約是300克 然後它有提供就是側翻螢幕 它除了價格很合理之外呢 它還有搭配就是Sony一環的鏡頭 也就是說你可以試你拍攝的需求去做更換鏡頭 那它也支援了像是觸控式的螢幕對焦啊 然後有提升就是收音規格的效能 還有它新增了就是很多的軟體的輔助功能 像是一鍵的背景虛化、眼部追焦、軸幅效果 還有它有很強大的穩定功能 所以它算是一台到目前為止都還蠻有競爭性的 就是隨身VLOG相機 好第二台我們會推薦的是Canon的M50 它的機身重量來到了387克 稍微重一點點 但是它也有提供側翻螢幕 然後它是2410萬畫素 還有它也有就是動態穩定技術跟4K錄影的規格 那它當然也可以加上像是EFS的轉接環 然後是使用Canon APS-C的就是龐大的鏡頭群 那通常我們在網路上面會看到說 Canon已經不出EOS MC的鏡頭了 所以沒有買這台機身的必要 但是說真的我們自己的看法是 因為目前市面上的鏡頭其實已經足夠它來做使用 所以即使它們不再出新的鏡頭 我們覺得也無上大壓 因為一般人就是一顆鏡頭都可以用很久很久 所以不會說我們只要像是有相機常常出新鏡頭 我們就會買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覺得倒是不用擔心 那M50它推出的時候算是拿下Canon當年的銷售冠軍 所以以CP值來說 其實就算到現在我們覺得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好那我們最後一台推薦的微單是FUJIFILM的XA5 它的機身重量是361克然後是2424萬畫素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一台就是近待一點 然後便宜的富士相機你想要裝下文青 它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那雖然說它的錄影畫質最高走到10K15P 但是呢出色的機身大小還有富士內建的這個就是膠片的模擬光環 還有它的機身就是很省電的這個特色 讓它成為一台是很出色的就是旅行的文青相機 那最後一個類別呢我們來講講單眼 單眼相機最重要的特色呢就是反光這兩個字 那因為呢它有反光鏡就是武林鏡的關係呢 它畫面可以透過觀景霜可以直接進入攝影師的眼睛 所以它不會有任何像是延遲或者是不同步的行星 那單眼大部分呢它是又大然後又堅固 那因為加上它的發展歷史比較長呢它的耐用性也有一定的保證 所以不管像是原廠啊或者是副廠它其實都有很大量的鏡頭或者是配備可以加購 所以它不但可以就是應付各種場景的拍攝 它的價格通常也比較便宜一些 但是它的整體的重量呢它就是相比像是微單眼跟類單眼呢 都會就會重蠻多的 那單眼相機我們在推薦的時候呢絕對不能夠少就是Canon D系列 因為呢它們有非常多種的機型可以讓你去做選擇 從百位數、十位數、個位數的D系列 加起來有20幾種不同的機型去做選擇 那當然它搭配的鏡頭也有很多元 那我們這邊推薦的是Canon的70D、Canon的77D、還有80D這三台相機 那它相機呢都擁有就是像是基本的防低防塵啊 然後它是每秒七張的連拍速度跟2000萬以上的畫素 而且呢它的價格實繪 它的鏡頭選擇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如果你是新手想要拿來練習就是相機參數啊 跟就是打好拍攝的基本共 這個是還蠻推薦的選擇 那如果呢你是想要買像是Nikon的單眼的話呢 你可以參考像是D5300 或者像是D5500這兩台相機 自己私心推薦D5500 因為我曾經用過D500 那它跟上面的Canon推薦的相機性能呢 它其實我們覺得差不多 不過鏡頭選擇來說呢它會比較少一些些 所以這邊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那我們再來了解單眼 類單眼跟微單眼這三個名詞的差別之後呢 其實應該就會大概知道說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那雖然我們影片當中講的很多的機種 都不是2022或者是2023年推出的相機 但是我們覺得是目前為止就是以2023年初 我們覺得這些是市面上就是現有的機型來推薦給 就是正在找相機的你是很好的選擇 那當然我們就是我們有考慮到像是好攜帶啊 價格可負擔的旅行相機 還有如果呢你覺得相機選好之後呢 你不太知道要怎麼去做使用 我們其實有一個DSLR的攝影13課 我們把課程放在下方 所以希望你在出國旅遊之前呢 先學會怎麼使用你的相機 然後我們再開始拍出美美的照片跟影片 所以你的下一個旅遊地點在哪裡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